很久以前,有一个小男孩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部出生了,他的父亲是一名朴素的裁缝,父亲希望他能继承家族生意,但男孩却想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于是,一天夜里,他决定离开家前往欧洲。 为了渡海,男孩自己动手造了一艘木筏,然而当木筏驶离海岸时,海风却没了动静。 没过多久,他的补给也用完了,小男孩只能饥饿且孤独地漂浮在地中海中央。 假设一下,如果你住在南欧的海岸,并在一天早上从当地的报纸中得知了这个男孩的命运,你会试图营救他吗? 四位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,亚历士多德、穆勒、康德和尼采,或许可以用他们各自的理论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,以及解决其他道德难题。 像亚历士多德这样的德性伦理学学家会提问,何谓幸福的生活? 根据他的观点,幸福生活是指在德性方面表现出色者的生活,也就是他在情感智慧、理论智慧以及实践智慧方面都具有能力。 亚历士多德认为,如果帮助这个男孩是个体德性的表现,那么你应该去营救他,因为成为一个有良好品格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 其具体的意义会因不同个体而产生差异。 如果你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妇人,营救这个男孩可能只是小事一桩,虽然你仍旧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,但却并没有体现出你的人格,因此也不能特别凸显你的德性。 如果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,做出拯救男孩的决定会更显艰难,但假如你仍然尝试着去营救这个男孩,那就真正彰显了你的德性。 那么营救男孩就是你应该尝试去做的事情。 像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这样的功利主义者会提问,哪种做法是有益于大多数人的呢? 当功利主义者面临选择时,他们会做出对大多数人最有利的那个选择,仿佛是他们可以计算出何种结果会带来最高价值的幸福感一样。 当你考虑要不要营救这个男孩生命的时候,你还应该考虑一下男孩和他的家人所获得的幸福感,他可能会给你带来的快乐,并且有益于现在社会和子孙后代。 这之后,你便将其与你可以做的其他事情进行比较,这即是你的机会成本。 举例来说,与其在海上冒生命危险,不如在咖啡店工作一天,然后用劳动所得行一次有效的善举,来拯救其他某地两个饥饿的孩子。 比较了这两个选择后,你最终决定不去营救这个男孩,而是通过工作并捐款,来让人类潜在的整体福祉翻番。 有些人将其称之为有效的利他主义。 像伊曼努尔·康德这样的义务伦理学学家关注的则是意图,而不是结果。 他们相信普遍的道德法则,比如不要去撒谎,不要去偷窃,不要去欺骗别人。 这其中的黄金法则,也就是所谓的绝对命令式。 当我们的决定成为一切大众普遍要遵循的法则时,此决定即道德上正确。 如果你是出于凸显自己高尚的目的帮助了这个男孩,那么这就是错误的。 因为你把他当成了达成目的的手段,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把虚假的英雄主义当作普遍道德规范的世界里。 但如果你拯救这个男孩,是因为你想生活在一个帮助所需之人永远是正确的世界里,那么你就应该这样做。 即使你认为这个孩子最终可能会利用你的善良,你也应该这样做。 弗里德利西尼采会提问,哪一种选择是对自己最有利的? 他认为自立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,因为它使我们更强大。 如果我们更加强大,那么社会也会更强大。 违背你自己的利益是不道德的,因为它阻碍了这种发展。 所以,如果你是根据自身利益的思考而出手相助,那么你就去做,去帮助这个男孩。 但如果你认为营救男孩可能会伤害到你的利益,那就不要去做。 你没有责任去拯救那些因为他弱小而不能自救的人。 那么,你是怎么想的呢? 这四个观点中,有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你做出决定的呢? 如果没有,这里还有一个观点。 学者莫斯克·科佩尔进行了一项有趣的观察。 他发现,当功利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试图证明对方的理论是错误时, 他们并没有使用自己学派的道德原则。 两者都更倾向于诉诸一种感觉。 好像我们所有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哪一个选择是正确的,哪一个是错误的。 康德主义者会说,你不想生活在有孩子曝世荒野的世界里, 却决定拯救两个陌生人而不是对孩子进行营救。 这种行为让人感觉好像不太对吧,是不是? 功利主义者会反驳说,难道只是因为帮助别人在原则上总是正确, 你就要去救一个本不想去救, 写可能之后会杀了你和家人的溺水精神病患者吗? 这种行为感觉上是错误的吧,你说呢? 那么现在告诉我们,你会营救那个男孩吗? 原因是什么? 你的决定是基于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人? 是分析了这样做的成本和利益? 是希望能在世界上见到此类善举? 是出于自身的利益? 还是仅仅感觉这样做是正确的? 请在下方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, 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, 请登陆patreon.com.brows加入我们。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, 请访问sprowscourse.com.